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嗆嗆三人行 今天为什么我打上了领带呢 因为在英国终于被当成人了 什么意思 被当成人 离遇了一回 这次嗆嗆三人行到伦敦来 待遇相当高 级别不错 首先是女王那天说 伦敦塔桥给她们打开一下 中断了 让一艘深圳来的渔船 载着嗆嗆三人行的一众男女嘉宾 通过大英帝国相当 上面有一个巨帆 帆上有一条龙 还有五星红旗 上面就是血耻的意思 今天来了 我到上次说了吗 一位鸦片战争是我们打赢了 对 我们来卖东西了 对对对 打回来了 对吧 光这个女王觉得这个礼遇还是不够 极绝不行 就问一问 这个三人行的这些个主持人那嘉宾那 喜欢什么呢 还喜欢什么呢 英国的夜生活也挺丰富 对吧 女王呢最后说 最后说我们不喜欢这个下三路的东西 对吧 我们都是文化人 我们喜欢高雅 最后给我们两样东西挑 一个是送一辆劳斯莱斯就是那个闭幕式上开出来的车 另外呢给你看一幅画 对了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我今天要说的这个选择 同样呢发生在当年的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呢也做出了很要命的一个选择 咱们兜兜转转转是在说什么 我是说 记住这个日子 2012年8月13号是昨天 对吧 在昨天的这个日子 这个日子将成为这个中英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日 大事 大事 说的都抖了 这一件大事 对 但是穿成这样 将来要记录了 我们这样已经换频道了 差不多相当于当年乒乓外交之后 属下来就这件 老师你不知道现在的这个 你忽悠得站前一半 他们还能看 你知道吗 你没见我穿的跟这中英马戏团交流 是不是 我告诉你我穿成这样是要进大英 是的 前夕多 前夕要多 要进大英博物馆 这次呢 要感谢我们的一个记者叫周一军 对吧 周一军 因为那天我跟周一军一聊啊 老实讲啊 对于中国书画 小弟呢 是特别的爱好 但是这个修养呢 幼儿园的水平 对不对 我是不太懂 客气了 但是我非常喜欢 所以我就顺道跟这个周一军呢 说起来 我说大英博物馆有藏中国的一个国宝啊 那是中国现在可以说现在传世的 就还存世的最早的也是最有名的人物画 就是女史真图 对 东晋的画家 顾凯枝 顾长康 顾虎头 所画的这个女史真图 这是唐 虽然说是唐朝的某本 北京故宫也有一个那是宋朝的某本 一般认为是唐朝的这个某本 艺术性较高 这个价值 接近人境 价值不可不可估量 我说这个大英博物馆藏着这么一件东西 而且平常不公开 平常不公开 看不着 结果人家周一军你说多有心哪 这个人怀了孕真是不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特别有爱心哪 就是听到我说这无心哪 他就真给大英博物馆写了封信 你知道吗 说到这个咱们枪架三人行这次在轮座节目 哎呦大英博物馆馆当时 哎呀 这个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哎呀 他问涛来了 哈哈哈哈 好假 不是他这样说 涛哥来了 没错没错 涛哥来了 哎呦 就两个涛哥 对 哎呦 你看看算是哪 拿回去都行 这个国文强 结果 特别安排我们 特别只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安排我们进入了大英博物馆的 中国的书画的修缮 修缮室 我给我猜一句啊 每个人还得买保险 然后每个人拍照 专门做一个证件 那当然 就是这个 所以这是非常隆重的一个大事 我真是梦里依稀千百度 我看过一些模糊的照片 这次啊 终于闻着味儿了 你知道吗 就在眼前 这闻着味儿了 几厘米的 对 你知道 我为了这个跟他气息相对啊 闻到你都没有 我都把眼镜摘下来 这样就直接更直接发生这个 还好今天没感冒 是吧 你戴口罩 人家才不让你那喷气在那上 对 咱们可以看看 所以我有这个一个前提啊 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你看 这是这个 他的书画的修缮室 你看这个环境 专门给中国书画 中国书画 中国古代书画 韩国 东方书画 你看啊 这 就是传说中的女士真图 你看 当时进大营博物馆的时候 他本来应该是个卷手 手卷吧 但是进大营博物馆的时候 就被日本人呐 一个表画师傅 弄成就在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板子上 但是为了保护啊 就一直 就是这样保护 维持这个状态 今天呢 就是平常啊 他是在 不能有光 因为见一次光 损伤一次寿命 平常不能有光 而且是在这个横门横尸的条件下 刚才你看到的是 等着这个咱们这个重量级贵宾到来啊 涛哥 从昨天晚上 涛哥及其随从 涛哥 对 涛哥及其随从 还得分批进去 对 就就就就摆了 在2014只能七个人来看 他其实是这样 他那个房间呢 其实就是平常做表画修画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也很有幸的遇到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人物 比如邱老师啊 上国博馆以前来的 邱锦仙 对 那是一个很有名的表画师 那就在那边正在表一些画 还要修复一些过去的已经破损的作品 那么他们一修复修复很长时间 那这一副呢 他们后来就跟我讲了 我就说是不是当年那个 因为中国一般讲法 日本表画是表坏了嘛 对不对 是1920几年的时候 当时 因为我问他说 你大英博馆当年长这幅画之后 那个时候你已经有这么一个中国馆嘛 他们说当时呢 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概念 是1930年才正式成立整个这个东方美术馆 就包括中国韩国日本 那么那个时候呢 可能不是太仔细 就请了一个日本的表画师 他们觉得日本表画师技术好 但是能不能说他表坏了呢 那么他们管员就觉得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这是当时的有一个判断 就说这幅画本身 它是太脆了 对 太脆了 他要是老是这么卷来卷去的 也是很大的问题 对 但是他在这个贴的过程当中 的确失去了一部分后面人写的那些字啊 账啊 明清一些阶段有些失掉了 就已经分成两节了 咱们看的时候已经分成两节了 化新取出来了 对对对 而且分成两节那上面一节啊 是拼起来的 对 前面一部分啊 原来是在头上的 对 后面一部分呢 你说乾隆啊 他们那个那个谁送贴宋都在后面 那个那个是 他现在看上去是一片 但其实呢 这个是拼起来 但是你知道就这么一个宝贝 十二段现在只剩下九段 这么一个宝贝 就是徐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个选择 当年国民政府真的遇到了 这就说到中国远征军呢 中国远征军当年在缅甸记得吗 给英军解围 就是就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 给英军解围 当时英国政府觉得 哎呦 这就感谢 感谢你这提出来 说要不我们把女史征途还给你们 要不给你们一艘潜水艇 您要不 结果 蒋介石选择了潜水艇 哎 这个呢也有问题了 我发现我不是第一回遇到这种情况 就好多这类的这种民间传说 嗯 我发现是这个跟这个传说国有关的人 他们是不知道的 比方说今天接待我们那个史明李博士 他不知道 我特别问他这件事 说有这回事吗 他非常愕然 他怎么会有这种事 从来没听过 哦 他说他在这个馆里面 他几十年 他天天就对着这幅画 然后接待世界海内外专家来研究这个画 然后也做他的什么分析 从来没 他根本没见过这种传说 他那岁数未必能到抗日战争的时候吧 对 但是问题是他这个传说他连听都没听过 有可能 那就又是一个中国坎爷的故事 对 这种这种故事很像坎爷的故事 不是 但是呢 很多资料有这个记载 就是当年国民政府还是接受了一艘潜水艇 但是问题是 我们查遍了很多记载 这个抗日战争好像中国潜水艇 没发挥什么作用 没有一个潜水艇叫女死 女死真好 墙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 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虹极枝水 最元酒精 年份端将 与紧共酒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鹤 好变形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这个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啊 但是呢 你知道吗 看古董的都是这样 说的是 这一点都不奇怪 都是忽悠战半片 你得提供给大家充分的背景 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感兴趣 所以都得讲故事 所以呢 东西拍卖 一定要先印一本册子 这个对不对 关于这个的故事呢 是什么女史真图是什么意思呢 女史啊 就是宫中的这个宫中的这个女官 女官 当时呢 在这个东晋的时候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 有这么一个荒淫的皇后 假皇后 姓贾 不是 这是真皇后 姓贾 反正专阵 但是一个是非常的残酷 非常残忍 再有一个呢 是特别的好色 经常招帅哥啊 进宫里边就是几批几批的就搞这个了 搞这个之后呢 大臣们敢怒不敢言呢 当时啊 这个大臣真有正风俗的这种这种功能啊 所以有一个好像是我记不清了 好像是叫张华 张华 他呀 写了一本书 一篇文章 就是女史真图 中国为人的这个春秋笔法啊 就是讽裕 就是写了本叫女史真 真就是真言嘛 爱的真言就是真言嘛 就是说 作为一个宫中的女人 你应该怎么样做人 他写了很多故事 就像类似咱们后世的《孝女经》之类的 其实呢 这话是影射这皇后的 明白吗 那么著名画家这个顾凯之 就把他这个书啊 画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 就是本来就是等于十二个故事 但是现在就剩下这一个 剩下 九段 那么顾凯之这个人呢 了不起的 他叫什么呢 这个线描 这个线 其实中国古代的人物画 有一个很主要的特征 就是这个线 它并不光是为了勾勒出你这个人的形状 这个线条本身就有表现力 就有生命力 甚至这个衣裙飘飘啊 画的跟神仙一样 而且特别是那种女人的贵气 文道今天看的 觉得特别有贵气 对 所以你看中国的人物画 当然在后来呢 我们整个中国画这个走向不一样 经过送之后就文人画起来之后 那你顾凯之那个年代 甚至到吴道子的年代 那还是专业画家的年代 专业画家的年代他画画 他很注重这个人物画 而他们的人物画里面呢 也看得出来就跟那天我们家 达芬奇完全不一样 是另一条路 那这条路很早就看出中国画的走向是不同的 比如说他这个线条 他不注重写实 他注重用线条表达神韵 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看女史真图 顾凯之的那些线条 他怎么样做到这个女人 他好好的端坐在这里 姿态上是平静的 但是他要表现他那个情绪 他那个神态 那个神气是怎么样 就是用线飞出去 那是很特别的一种处理 而且那么细那么小 因为他就是很小 你这样来看对不对 就很小 他当初那个笔 那都非常画在圈上 就细如游丝啊 就叫高谷游丝苗 对 而且呢他属于这个 你知道当时有名的画家 这个顾凯之和陆探威 对 真迹都没有了 对 就只知道一个名字 他们俩并称 他们俩叫密体 就是这个线条非常密的 还有一种 咱知道著名的吴道子 吴代当风 吴代当风嘛 那都是画这个人物的衣袋 就画在墙上就跟飞动一样 对吧 那吴道子呢是属于这个疏体 就不是密的 是比较疏朗的 对 就不同 所以说呢 在外面咱铺垫子更多了啊 给大家看那几张照片 当然因为就是一千多年了 对吧 一千多年了 就是就是你看还有颜色啊 这是逢猿当熊 你看就是说啊 黄帝前边有个女人 熊扑过来了 他去挡 他去挡 黄帝问他 说你个弱女子 你挡有什么用 他说我听说熊每次只吃一个人 我挡在前边 他吃了我就不会吃皇上了 你看这个焦女人 这个熊倒是不是很道 来 你再看下边 你瞧那个时候的人物啊 这个这个又稳又飘 这是最后一部分 他写着他的名字 顾凯之话 顾凯之话 这个大英博物馆允许我们拍照 允许我们摄像 这真是很难得 再看下一张 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有女史二字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 我离远了我都看不太清 反正都是 它是美术史上的地位 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个多棒 你看那个镜子里 镜子里还有一个人 这种书头的这种感觉 其实你也会想起 日本的那种侍女 对啊 日本平安年代的这种 混体风格 是学着着老的嘛 保存在中国 这个我觉得这个人物 英物也像日本的 对对对对 他右边的字写的是 人贤之修其容 莫之士其性 这就是人只知道打扮自己 但是不知道怎么来打扮自己的性情 对 这就是女史真本的原话 这是今天很多这个 到韩国去整容的人 应该做参考的 你看那个时候这个 这个神仙姐姐 女女子的这个面容 格外有一种韵味 这个顾凯之啊 他提出的这个 有个绘画理论的创建 就是传神 他提出就是要以形写神 你再看下边 哎 这也是 他是啊 几个就是 十二段故事话 等于是 是其实像今天咱们中国说的 聊聊聊聊话 啊 十二段故事话 你看这个人呢 坐在那底下就像有鼓风鸡一样 对吧 把这个衣裙 这个我就说又稳又飘 你再看下边 哎呀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这么这么过目啊 真是目不目不下见 而且大家注意到上头那方大印了吧 嗯 那当然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乾隆皇子 乾隆后面写的一大段很长很长的是乾隆写 这一套东西 而且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大概是全世界艺术史上 第一幅画家提名的画 对了 目前为止 欧洲以前没有 而且后面有人就是看了以后盖章写字的 这是后来很多啊 但这是第一幅 但他这个是一般认为是唐代的魔本 但后来还是很多人 就是唐代他也是最早的 对那就是相当了不得的 所以说你看 你讲 然后我今天呢还特别问那一位老师 就那位老师 对 史明玲玲 史博士 那么他就跟我解释 我就说像这幅画 他你们现在说你们是唐本跟宋本那个分别 然后他就说其实就算这个唐本 他本身也有的真伪由来也一直有很多争论 但学界还是公认他比宋本更接近这个原作 还是更接近这个原作 而他又说到呢 他说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呢 他的很多破损的情况 我觉得他们做的比较厉害大英馆呢 做用很多现代方法来分析他 比方说他拍出来了 用很多的摄影术拍出 他的某一个部分是什么年代有补过 就整幅画啊 我们现在看到这幅画 虽然叫唐本 其实历代都有修补 他每一个修补的地方 他现在你都能数得出是什么年代修补 什么年代修补 然后呢他们又做了一个分析 就那个材质分析发现底下是丝 对 他底下那个丝呢 他们现在是完全不敢动 所以这整幅画说他们现在是非常担心 就是只能够就这么完全控制起来 我问过他这个东西就不能展览了 嗯 他说不能见光 然后要恒温 然后他就说到那为什么 那难道从来不展览那又怎么办呢 他说他们其实要好好研究他的状况 然后给他规划一个展览期 好像就说展览的话 一年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个月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这次啊 还是把强强三言行当成中国文化部来对待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传承千年亮造工艺 历尽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静向变广 红花狼 It's the sun Shying my dreams It's the sun 住心为你聚焦 世界因你璀璨 新一代轩异 要是登场 东风日禅 这个画的技巧咱不说啊 但是看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因为我不懂啊 所以我敢瞎说 对吧 我敢这些喝喝喝罵祖啊 那个时候女人的这个容颜 这个容貌 对吧 你啊 张大千牛吧 张大千画了很多侍女图啊 你拿来那个侍女的表情 往这一比 你知道吗 一个是神仙一样的这个这个高谷的这个侍女 一个就是上海摩登 上海摩登小姐 我觉得 张大千就是太太 就是对 就俗了 你知道什么雅和俗 哎 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个女史真图 你就知道这个什么 过去这个湖南城啊 张爱玲说我长得不好看 我脸的大 湖南城社会会夸人 说你是正大先荣 正大先荣 我觉得 那个时候顾凯之 这种造型 你女人的这个面容 而且那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姿态 你知道吗 就是 其实还真让我们今天的人都思考 作为一个女人 你怎么样才美 不过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能够就这么比较 因为 因为你要注意到 比如说我也我也看 听过很多评论 你如果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讲 这幅画很糟糕 你不能完全在讲 女人该怎么样 该三种四的那一类 富得该怎么样 但是呢 它里面其实在表现一种 两种东西 一个是儒家的一种家庭价值观 比如说里面的那种 一家老小三代同堂 在一起很合恰 小孩在闹 还有他画人物的形象很活泼 小孩就是小孩 没有 就 但是那个爷爷就很安宁的 端坐在那儿 但是另一种呢 他表现出来的是 那个年代的 认为女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没办法跟现在直接去比较 但那种所谓的女人的状态呢 其实是属于那个年代的贵族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要小心 他画的并不是真实的 东晋的女人是怎么样 他画的是东晋的时代 大家认为 女人 女人 或者是 因为里面包括男人 你也可以反问一下 里面的男人都比现在像样啊 里面的男人也比现在贵气啊 那是那个年代的所谓的贵族呢 有趣是有趣 在章华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 非常 他那个昌画 在美术史上地位非常高 对 那个2001年啊 为了纪念这个画到大英博物馆100周年 他们专门开了学术讨论会 得出的结论是不是顾凯茨画的 得出这么大的结论 怎么去的呢 是圆明园 一个英国的一个大卫 一个军官 最后不知道怎么样 弄去了 卖给大英博物馆两棒 两棒 两棒卖给大英博物馆 现在啊 现在哎呦真是 我跟你说 他这个啊 在画上来讲啊 中国的话很可怜的 复制又复制 我们包括王羲之的蓝亭集许 看到的都是复印的 复制的 但是从复制里头 你都揣想到前人的这个风采 你就像他这个现苗啊 我觉得这得一口气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最后一片栏 最后一片栏 步伤 最后一片栏 一片栏 一片栏